作为味道调查员 我见识过各种各样的鸭子制作方法 那么四哥和娟姐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这个是什么水 盐水 这一只一只鸭子先要洗干净是吗 它这个是脖子 嘴巴这些通通都要把它浸盐了 盐水浸盐的时候 同时要晕进去 不同于传统的擦盐干烟 这种盐水腌制的方法 使鸭肉腌制更加均匀彻底 血水也清理得更干净 可这还不是四哥的绝招 这个在盐水里面加冰块是因为什么呢 有时间水有温度 然后把这个加上去的时候 把温度调得10米就要掉 你以前父辈是这样吗 父辈没有 那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慢慢摸索嘛 慢慢摸索 看来真的是很用心在钻研这个板鸭 就是 四哥处理鸭肉的方式简单 但透着讲究 花椒和盐能够去腥 使鸭肉初步入味 用冰水刺激鸭肉 不仅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繁殖 还能使鸭皮变得紧致 口感更好